今天,贫固地区孩子的营养不良仍是全球面临的严重问题 五岁之前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关键期 全球每年五岁一项儿童死亡310万人 其中近一半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 2009年,美国安利运用自身在营养领域的专业优势 在全球发起一项针对五岁以下贫固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 通过发放营养补充剂 补充孩子们每天所必须的营养 帮助他们健康长渣 到2015年,这个项目已经在全球八个国家开展 受助儿童的健康状况取得了显著改善 在中国目前还有三千多万儿童 特别是五岁以下的儿童 每五个就有一个存在着严重的营养问题 大脑的发育在两岁半的时候就完成了细胞数量的发育 到四岁完成智力发育的50% 到了六岁,大脑的细胞体积发育全部完成 所以在这个时期如果说营养补兵不完全的话 那么对他的治理体力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而且是不可逆的 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问题 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辅助政策 安利公益基金会等众多公益组织 纷纷通过营养厨房 免费午餐等方式 共同帮助改善落后地区儿童的营养状况 目前这些方福都存在一个空白点 现在国家对六个月到二四个月的 贫困地区儿童有营养包的干预 对六岁以上义务质教育学生 有学生营养改善项目 但是在三到五岁这一部分 仍然缺少成熟的政策 三个小孩的话由我来照顾 大女儿的话在学校里面 领个奶子啊鸡蛋啊什么都有 小儿子一岁六个月了 也国家政府发了那个营养包 二女儿今年三岁六个月了 二女儿什么都没有 我每次不吃这个弟弟妹妹带回来 这个弟弟妹妹吃 我想让我妹妹快点长大 哥哥姐姐吃 弟弟妹妹看 是一种算不合理的现象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需要国家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安利公司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 很有创意的想法 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合作 2015年安利公益基金会 携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 联合发起 为母加油 学习儿童营养改善计划 通过向中国贫困地区 三至五岁儿童 发放营养补充产品 帮助这些孩子 在成长关键期 获得必要的营养支持 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加油 这也是安利公益基金会 及春苗营养计划之后 推出的一个全新公益项目 我们期待 借助安利全球项目的成功经验 继续为中国儿童营养状况的改善 贡献力量 数千万儿童造福终身的改善计划 安利公益基金会 期待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中国的孩子们 创造更健康的未来